请看下面经文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 这是赞叹诸菩萨自行化他的德能 万物之万法 就是一切诸有 一切万物是指环境 能在任何环境中得大自在 就是真正的离苦得乐 自在就是通达无碍 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在各种环境中得大自在 我们得不到 原因就是妄想执着 凡夫执着一切万物实有 于有中又想占有他 占有后又怕失去他 患得患失 烦恼由此而生 诸佛菩萨知道一切万物是患有 是假有 不是真有 所以在一切万物中 是自在的受用 没有分别执着 不但于一切万物 不但于一切万物没有占有的观念 就是连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占有的念头 这样才能得大自在 菩萨 菩萨弘法立生 必须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一接触万物 不是度别人 反而被万物度了 所以 这是学佛必须的条件 法华经续品说 一切有 像绳子一样 打了死结 把人给捆住 要是把这一切 缠缚都斩除掉 身体就自由了 得到自在 人为什么被束缚 就是内心 随着境界而转 见色闻生 你的心 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 转动了 所以就被烦恼捆住了 因此 别人赞叹你 你就高兴 要是别人骂你 你就不高兴 你随着他转 自己没有做主的份 叫你高兴 你就高兴 叫你不高兴 你就不高兴 就为烦恼 所付 凡夫 深达 深达法性 他们当相离相 不是波相离相 所以宗文 所以宗文说 但自无心于万物 何方万物常围绕 你对于万物 只要无心就是 哪怕是万物来围绕你 有些人 有些人总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我说 我说 你永远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你的心被物所转 如果你的心能转物 不用找 哪里都清静 你看见一个美女 你就行众目礼 如果是一个骷髅头 你还行众目礼吗 美女和骷髅头 是一不是二 因为你分别执着 一就成了二 再进一步说 物随心转 外物可以随着你的内心来转 你就随意自在了 静影书说 由于成了圣童 得到了殊胜的神童 所以对一切东西 可以变化随意 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 让他们得到利益 这就成为利物 这个叫做自在 静影 提出神童 神童当然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我们不求觉悟 首先要去求神童 那你这个方向就错了 方向错误了 就是要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 你越走越远 你越走越远 将来退回来的路越多 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童 所以神童是好事 但显神童是圣末边事 是圣道中摸摸了的边上的事情 比起神童 有许多多更重要的事 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 这话是黄念老说的 这话是黄念老说的 给大家讲个故事 仔细听 看看能听出什么意思来 唐代有个大祖师 叫黄渤 因在扶清黄渤山出家 后人便称为黄渤 在他没有开悟之前 跟一个人结伴去幽方 走到了一个地方 山洪来了 原有的路没有了 成了河 过不去了 这个时候 那个人就把草栗 抛在水上 他蹦上草栗 顺水飘了过去 并招呼黄渤说 你来你来 黄渤说 早知道你如此 我打断你的狗腿 飘水而过的神僧 连声赞叹说 真是大乘法器 五物如也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 行人如果真能当相离相 也就是转悟了 轻轻翠竹 尽是法身 玉玉黄花 无非法身 一切万物都是如此 所以 不必等待神通 众生也能自在 我们学佛人 千万不要迷恋神通 追求神通 真正的神通 是自性本具的 不是从外面求来的 记得几年前 我说过这样四句话 神通不能求 求了不能得 得了不能用 用了必着魔 实践证明 凡是求神通 又神通的 没有一个不着魔的 清静 平等 绝 这五个字你做到了 自性里的神通 自然而然的彰显出来 根本用不着到处去找 外求的全是假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你把那个假的 当成真的 还到处去用 那不是害己害人吗 老法师告诉我们 念佛人的神通 殊胜无比 短短的一句话 十个字 它涵盖几层意思 我的理解很浅显 能理解到三层意思 说给大家听 供同学们参考 第一层意思 念佛人有神通 第二层意思 念佛人的神通 是殊胜的 叫圣通 第三层意思 念佛人的神通 是无比的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 注意 真正二字很重要 另外 神通 不是用来张扬自己的 是用来教化众生的 千万注意这个用 不是随便用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视线神通 刘肃清老菩萨 2012年 往生前的 倒计时五天 视线的全是神通 实话实说 无需回避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必须说事实真相 我要为后世子孙负责 参加无量寿经一会的 贤护等十六正式 全是在家的等觉菩萨 大是神通自在 他们正道的地位 跟文书 普贤 米勒 地藏 是平等的 视线在家身份 他们神通自在 这才能 于一切万物 心无拘束 视出世间一切法 他没有障碍 无论是事 是理 是性 是相 是因 是果 全都通达无碍 所以他能够随缘变化 饶意众生 我发生了一个好复作的 我发生了一个好复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